剛才只有問 為什麼知道我們胰島素組抗 所以其實真的 也很容易忽略這個症狀 像那個患者是怎樣 他就是很明顯就是 他覺得他那一段時間 肚子就是大得很快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他吃飽了就會特別的困 而且困到那種 就這樣一路說 吃飽困到那種 立刻睡 我就覺得這樣 我對不起自己 然後就睡著了 是嗎 我就應該動一動 可是真的動不了就睡著了 在對不起自己的聲音當中睡著 然後睡了兩個小時起來 對 然後後來另外他就發現說 好像血壓也有點高 然後血脂肪也不大好 然後那個時候他就想說 這有什麼關係呢 人中年是不是一定都會這樣 結果沒想到 他才剛50歲那一年 他突然間有一天覺得說 胸很痛 然後後來去醫院 結果他就 對 然後後來醫生檢查才發現 他其實已經有糖尿病一陣子 他自己都不知道 因為他其實那些症狀 在從抗阻到糖尿病什麼 因為糖尿病沒感覺的 所以到後來真正出問題 是因為他心肌梗塞送去才知道 他那個病已經存在很久了 所以我覺得 所以他的心肌梗塞跟糖尿病有關係嗎 有關係的 是 你知道嗎 一般民眾 我們常常講最怕的疾病是癌症對不對 對 第二名才是這個心血管相關疾病 對 可是對於那個糖尿病的患者來講 他的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 跟癌症死亡率幾乎是一樣的 他死於癌症跟死於心血管是一樣多的 所以很多人第一次發現的時候 其實是其他問題 所以他那個時候醫生跟他說 你早就那個時候當時就應該控制了 可是你都沒有去注意這些問題 一直到變成這樣 對 看中醫有什麼樣的調理方式 可以針對這個胰島素的阻抗的位置 而且的確有很多患者 他的胰島的功 他的這個所謂糖尿病體質 尤其他家族死的話 我很建議來吃我們服務員叫葛根茶 我們用葛根 葛根不是豐胸的嗎 對 可以豐胸又可以瘦 好帥喔 他真的很大 你這也是這樣子 玩到葛根 玩到葛根 快點 葛根他本身分泌一些黏液性澱粉 他跟我們三藥很像 他說你可以修復我們 腸胃道黏膜的損傷 把我們身體的代謝廢物 中間叫彈飲水濕 還有淤血這種代謝 一種屬於代謝廢物的體質 把它代謝掉 把它好的營養吸收 把它大大的提升 它裡面最重要是叫葛根素 因為我們肥胖的人 你身體很多代謝廢物 很容易造成三高 剛才素卿有提到 這個高血壓高血脂 還有尿酸痛風 還有這種叫做代謝症候群 那吃了這個葛根把它泡藥茶之後 它可以 以現代的藥理研究 它可以有降三高的作用 可以做我們的養生保健 所以你容易有肥胖的 體質的患一些朋友 還有你家族史的話 葛根茶用10公克 10公克3錢左右 用1000cc的水給它煮一壺茶 一個禮拜喝一天到兩天 當藥茶喝 那你可以請教專業中醫師 根據你的體質 就寒熱虛食做一些調整價錢 那假如說你真的 現在已經得到糖尿病 那怎麼辦呢 那我建一個叫做 沙森玉竹粥 來 沙森玉竹粥 我也可以吃吧 還好 可以的 孕婦沒問題 沒問題 尤其對認成糖尿病 它有些養生保健的作用 好吃 對 我們介紹一下這道養生藥膳 就是說對我們的糖尿病 胰島素阻抗的 預防糖尿病體質 是有一些輔助作用 尤其在中醫來說 你就是有屬於肺胃熱症 你會發現這個 你有糖尿病 這個胰島素阻抗的體質 你會發現 對啊 對 然後這些很容易 嘴巴破 口臭 然後睡不好 然後就很像 支氣管治在發炎 有痰的感覺 那食慾特好 胃口開 然後冒痘痘 這屬於熱效 你講的我都有 你講的我們都有 沒有在講了 快吃 快吃 每一個都有 這屬於說在胰島素阻抗 你是屬於這種 虛火燥熱體質 這是很好的養生食材 它裡面的材料就是有 砂生跟玉竹 中間都是液氣養陰 滋陰清熱 生菌止渴 它大概是這個概念 它裡面就是 以現在的營養學 就是有一些黏多糖體 一些胺基酸 一些微量元素礦物質 都很好的 又怕體質太寒涼 我們就加一些薑 蔥 一些西香料 你可以用小米粥 糙米燕麥 煮一些五穀雜糧 都是很好的 很棒 藥膳食材的一個餐盤 可以當早餐 這個粥拿來配一些什麼 麵筋 脆瓜 麵筋 怎麼會有麵筋 豆腐乳 醬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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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豆腐乳都出現了 想配什麼那麼高的 脆瓜 脆多了 不過神醫師 若曦來講的話 這個胰島素阻抗 預防的保健可以怎麼做 我給大家三個建議 第一個就是體重控制 好 不變的法則 但是請不要用太嚴格的標準 是 不要再拿你 國小國中的基礎 很多人會懷懷那時候 第二個很重要 就是不要暴飲暴食 其實暴飲暴食 你剛剛有提到的 為什麼你一吃 會突然有點暈眩 因為你血糖一下子增加 它也不會 胰島素消耗不掉 你的血 你的腦袋處於一種 高濃度的情況之下 就容易暈眩暈眩的 所以這個甚至在當下 也容易產生 中風的風險 我現在有克制 你們都盡量吃得 跟另外一半一樣多 不要吃得比較多 不要再講男朋友的食物了 他就說你終於吃得像女孩了 真的 其實久久是食量也會變小一點 對 有 這個也有注意 第三個其實就是 減少精緻糖分的攝取 對 其實精緻糖分 講穿的就是 你覺得很好吃的那些糖分酸 對 現在真的好難苦 你看我很善良 我沒有說禁止 那叫減少 減少 對 減少就是一個好的開始 那最終這三個如果都不能做到 或者很難做到 第四招萬用法寶 更難做到 叫做 把他消化掉 對 但是規律的運動 其實它影響生理太多好處 所以現在你會發現 為什麼一直在推廣的運動 其實運動對健康的所有好處 比 老實講比 所有的好好的睡飲食控制 還要好 真的 對 那我如果真的是胖了 我要怎麼判斷 我是不是真胖 真腫還是生病了 最後幫我們做一些結論 對 人心都會覺得自己一開始 其實還好 然後後來總有一天體重劑會出賣你 我講這個肥胖的概念 其實最早的體重 是從體重開始 當你體重太高你就覺得胖 後來發現不對還有身高 所以後來變成BMI 也就是你的體重除以身高的 公尺為單位的平方 如果差異太大會有影響 可是現在更重視的是 脂肪比例 講穿了脂肪比例 我們更重視是內臟脂肪 可是你們沒有辦法 家裡都有一台測內臟脂肪的運氣 那簡單的目測是什麼 腹圍 所以為什麼電視廣告有 男九十女八十 對 其實那是一個參考 所以你怎麼樣判斷自己變胖呢 我們現在不太喜歡用絕對數字 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參考值 如果你莫名的一個月之內 上下變胖或變瘦三公斤 你不要覺得變瘦是好事 莫名變瘦也要小心其他的病 但是一個月裡面超過三公斤 而且你沒有特別的因素 你的飲食跟以前差不了太多 莫名的增加 還是要小心一些疾病 第二個如果這個胖很明顯 莫名這個臉還是瘦瘦 身體還是瘦瘦 就是這個褲 褲擋這個皮帶要放鬆一點 對 這個都是一個危險的訊號 也就是所有的不好的東西 都攻擊在腹圍的時候 其實它的危險性是最高的 所以觀察體重跟腹圍 恐怕是最好的方式 是 好 所以以後 如果我們體重有稍微增加 你的腰圍稍微的 讓它突破了以前的數字 千萬不要再找藉口 認為是年紀到了 年紀到了 再瘦瘦了 對 可能是生病囉 今天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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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